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他說A加B是這個 A減B是這個 那他問這個等於多少 這個的話我可以把它弄成什麼呢 弄成A平方加B平方的平方 那我這裡多加一個2A平方B平方 所以減掉一個2的2倍的A平方B平方 跟這個A平方B平方合起來減掉3倍的A平方B平方 所以我們現在就來算什麼呢 算A平方加A平方 A平方加B平方 然後還有A平方乘以B平方 那怎麼算 我就把這個平方 這個平方以後就是A平方加上B平方 加上2AB 這個等於多少 這等於這個平方 就是3√3-√2 那我把這個平方就是A平方加B平方 -2AB 這個等於3√2-√3 那我把它加起來 加起來的話 這就是兩倍的A平方加3B平方 然後A平方 加起來的話 3√3-√3 2√3 那3√2-√2 2√2 然後兩邊除以2 那就是A平方加3A平方 減下來 減下來就4倍的AB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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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這個等於多少 一減下來 這個減下來 這個減就會變加了4倍的根號3 那一減下來變成負的 減掉根號2 那兩邊除以4 那兩邊除以4AE 這就是根號3 減掉根號2 然後我把它帶進來 帶進來就是這個的平方 這個平方就是 根號2加 根號3加根號2的平方 減掉3倍的 這個平方 根號3-根號2的平方 那這樣等於多少 這個平方就是5 5加2倍的根號6 減掉3 這個是5-2倍的根號6 所以等於多少 游理數的部分是5-15是負10 那個游理數的部分是2-6加上6-6 就8跟號6 2加6是8 8跟號6 所以是護死加8跟號6 減掉 2加7 4-3 1-2加7 5-5 5-5 5-5 5-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